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是不是 有没有说就是占比哪一种 比如说住宅空间当然会比较多 住宅空间 现在的住宅空间应该都是以小坪数为主吗 其实如果以这个要看区域 如果以目前台北市来讲 它是比较两句话 不是大坪数就是小套房那种 反而中间的坪数就比较少 所以其实等于说现在就变成真的是M型社会就对了 有钱的人房子可能很大 坪数很大 对 可是可能一般人来讲 其实台北居大不宜嘛 我相信在对岸的朋友应该也是一样 就是小套房还是居多的 那在装潢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讲掉风格 就是大家可能 可能两岸的民众喜欢的风格不太一样 也许对岸的民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古典风 因为像是上海这些沿岸地区 其实受殖民地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在装潢方面都喜欢做一些 可能有英式色彩的 有些巴洛克风格的 那么在台湾这边的民众 一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台湾如果是以比较大众化的市场来讲 还是比较偏向简约的一个风格 简约 对对对 不过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 可能会因为平素都不同 而喜好会有不同 对 有没有说比如说小平素 比较适合做什么这样 小平素来讲的话 如果以一个纯粹就是一个 外观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还是会建议比较一个简约的风格 就不适合做这个太繁复的一个做法 那至于大平素来讲的话 可能只要依据这个屋主它的喜好 不管是新屋点 各种风格 我觉得都可以表现得出来 所以大平素反而是好展现 就像有大画布一样 对 那这个我们装设计师呢 抱歉 基本上空间的大小 它能代表的 所谓的设计的美感跟质感 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注重它的比例 所以说大平素也有做简约的 那小平素你说要去做新古典的 也大会有人在 那基本以专业的素养来看 以手法的处理上 当然是希望大平素的 来用新古典 不要卖看 那小平素用简约的方式来处理 它也比较能实用一点 所以小平素您是比较推荐 用简约的方式来处理 简约的方式 那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哪一位的作品 是 那是我的作品 就是您的 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 一眼看着就大平素的嘛 对不对 是 那可以讲一下说 像这种大平素 这种风格是什么呢 这个是属于现代跟新古典的结合 因为它局限在楼高上 楼面的高度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处理手法会比较简约 但是在公共空间上 必须把新古典的元素带进去 是 我刚刚看起来可能还有一些混搭 就包括刚刚有一个就是床榻的感觉 那也是比较 新古典 对 新古典的做法 因为业组的需求不同 所以它要求我们这样 需要那种风格 我们就把它处理 表现出来 是 所以其实大平素都比较好处理 那像这个作品来讲 您的这个业主他希望是怎么 比如说他有没有在建材啊 或者是在这个一些居家的要求 比如说他的这个人数 他们家庭的人口组成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是你特别可以介绍一下这一处作品 这个部分我们基本跟业主在沟通的时候 他的需求人数都多寡 年纪 比如他小孩子的年龄 我们会设计到5到 能让他居住5到10年的空间 让他有储存 然后 基本的动线跟规划储藏量的部分 也是跟业主要去讨论的 所以才能在一个空间把平面动线规划得好 储藏量也够 对 那在建材上是我们会先提供跟业主讨论 根据我们的专业让他觉得 这个所有的建材 怎么样能表现这个空间的美 让他知道 然后他如果同意我们就这样去表现出来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侯设计师的作品 这个侯设计师的作品 刚刚我们在画面上其实有扫到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作品 大概他的这个背景条件是什么样子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台商的一个住家 所以是在对岸 没有他是在台湾 是在台湾 台湾的新北市 对 那他的一个来讲 我们这个风格来讲 我先讲他是一个比较低调设法的一个风格 这个算大屏设还是小屏设 他室内来讲将近有大概60屏 所以也不小了 对 然后他是一家五口 就是他的长辈 然后他们不富害一个小孩 对那他们希望说是做出来是就是 其实低调设法的风格来讲 他也算是一个古典结合现代 就是新旧并存的一种风格 所以他们希望说就是现场的一些线条来讲 不要太防复 可是相对来讲在一些滑丽度的部分 尤其公共空间的部分来讲 可以很适当的一个展现出来 对 所以像是您指的华丽度 是 这个要怎么去定义呢 应该讲我们这个不同风格的华丽度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像以我这个个案来讲 他一般来讲低调设法的风格 他主要是在追求就是 你要去表现一个个人化的一个品位 还有他的一个价值观 甚至他一个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对 那他跟以往新古典古典这些风格不同 就是他舍去了以往 我们会大量使用这种比较高贵 还是说比较这种名牌的一些建材 去做大面积的堆叠 那包括他的一些线条来讲 就像我刚刚讲 他也会把他一些比较 画龙雕缝比较繁复的一些手法 把它做成比较简约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他就是会把比较个人独到的一些品味 把它展现出来 对 所以像这一家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能就喜欢黑白对不对 是 因为看到蛮多黑色的颜色 对 而且他们喜欢 包括木皮的颜色 也是比较深的颜色 对 那其实刚刚那个 我们的装设计师 有跟我讲到一句 他说像这个家庭 如果有孩子来讲 你会帮他们规划 可以到用到五到十年 对 这要怎么注意呢 这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 比如说像美国 因为孩子的确会随着年龄增长 他的需求空间 跟需求的使用可能都很不一样 那你怎么规划一个空间 是让他能够使用到五到十年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他的收藏量 因为他毕竟如果是小碰还小 他有一些书籍要放 电脑要放 他的储藏书包 他的娃娃都要放 那以后这些他长大 五到十年以后 他长大这些东西可能要 换新的东西 那这个空间就是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像这样子的需求 我们会把空间多样化 多元性的让他可以重复使用 对 可以举一些实例嘛 比如说他也许窗铺 这是我举例了 我不知道也许什么窗铺可以 因为小孩子的床 应该是成人的床 因为你可能五岁的床 跟十五岁的床 尺寸应该就差很多 那像这样子你们会建议 像现在很多这个家具 是可能卖 就是专门为小孩子去定制的 但这个可能随着他年纪增长 也许那个家具就没有用了 所以你会推荐大家买这样子 的家具吗 还是说就是做好系统式的 正常的话我们在规划上 我会预留说 以后他长大的空间 所以他在房间的坪数上 我们加大了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 现在要摆单人床给他 让他额外的空间可以活动 可以玩 可以拿东西 可以在那边游戏 那长大以后 床物换了 比如说他是限品 我们希望他是买限品 而不是定做的 因为他很快就长大 那长大以后 我们把它换成双人床 还是更大的尺寸 但是他在设定的时候 原本我们设定的尺寸 空间的比例就出来了 他床就摆得下 那就很合乎他要的方式 对 所以其实装潢房子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你还要有前瞻性 有远景的 要想到十年以后的 对 那在这个我们就是 宏设计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像是您可能您刚刚讲的那种一家五口 它也许还有老人家 那有没有在这规划上面需要特别注意的 对 其实室内装修来讲 它是还蛮高度客制化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那其实设计师的供应 当毕业的一个就是年轻的一个年轻人的 他们有的父母来讲会设想的比较远 就是议计他可能三五年以后将来成婚 那可能那个房间来讲 就是他的一个新婚的一个房子 他们不打算搬出去就都要住在家 那因为毕竟家长还是希望说 这个全家和乐还是生活在一起这样子 那可能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议计到将来 他们假设生了小baby以后 可能要摆放婴儿床 还有就是可能大人跟小孩的衣服 要分开放的这些功能 所以包括您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高度客制化的东西 像我们也往往碰到很多的家长 他要设计小孩房的时候 他可能要想法比较梦幻 可能女孩子来讲 他希望走的是那种很粉色系 公主风什么的 那种来讲 我们会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会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或许 他现在是念国小还是念国中 这个东西目前来讲很适合他 可能三五年他将来 这个大学还是出社会以后 他可能住这种房间 他就觉得不习惯 因为我们会建议他 就是看得比较远 甚至刚刚讲五年到十年 甚至我们还可以拉到 十年十五年的这种 重一个时程来看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的确有所有的家长 或者是所有家里 有小女孩的这个父母 一定都会想说 我要弄一个很可爱的baby 就是一个婴儿房 其实这个并不需要这么梦幻 反而应该要 你们的建议是实际一点 如果以长久的眼光来讲 我们会给他 就是其实设计师会给不同的一个建议 那当然最后的一个决定权 还是在一个屋主的手上 对 那在老人 我们刚刚讲到小孩子的部分 那老人的部分 老人的装潢 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以我的经验来讲 像我们有很多那种 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长辈 就是有长辈有小朋友 像家里来讲 我们常有时候在做一些 方修的时候 会有一些高低落差的部分 楼梯 对包括一些 我们可能是一个多功能房 是做成一个合适 或这种通步的一个方式来做 我们就会 会顾虑到他的将来 这种爬高爬低的这些功能 那再来就是 有的老人家可能就是 有病痛在身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门的一个路口 还有浴室的这些路口来讲 我们会刻意把那个门洞 把它加大 就是预计将来 假设他需要坐轮椅的时候 可以方便进出 或是办医疗器材 对那甚至我们也碰过 就是有屋主提出来 他希望在长辈房来讲的话 就是装那种紧急的一个压扣 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来讲 他可以随时通知到 家里的每个角落 对对对 那装设计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这个部分除了安全性以外 我们也注重他的所有的设施 包括一般上厕所的时候的扶手 盐浴室的那个指滑的那些设备 所以这些东西都对于老人的使用空间上 安全性我们都非常注重 那老人会不会就比如说像一些家里 其实老人有小孩都一样 就是一些零零角角的地方会不会 像我们比较常见就直接买一个什么保护套粘上去 可是其实这样的家里就不是很美观 那在建筑上面有没有什么处理方法是可以就避掉这些零零角角 请这个装设计师先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在整个设计上我们可以尽量让零零角角的地方 可以让它消失的地方我们尽量 但是其实在一个房子完全建立以后 沟通以后建立以后 我们必须要去适应环境 去适应环境而不是去改定环境 因为它已经造成了 所以之前的沟通非常重要 对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设计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一些装潢理念 那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一样还会有两位不同的设计师 跟我们分享现在的房子 一些装潢重要的讯息